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工作伙伴,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剛才很多的同仁在講到這次的生田災害的問題 我非常感激,昨天我們的副司機長,趙副司機長 昨天召開了這個記者會,邀請了我們的農委會 還有交通部,來談談我們阿里山這個生田 以及其他的環境,怎麼使他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安全 身為一個嘉義市的市民,對我們的趙副司機長的 關心這個生田的狀況,非常的感激 我想大家非常了解,阿里山的這個生田鐵路 以及其他的國家公園,不僅僅是我們嘉義人的 未來的一個夢想,有阿里山啊,我們嘉義才有 有明天的一種狀況,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我們都非常遺憾 我們在這個幾年來啊,雖然阿里山有百年的 這個生田有百年的歷史啊,但是啊,近年來的災害非常多 比如說九二一地震啊,八八水災啊,都造成很嚴重的這個審害 那麼因此啊,這個協助專家也有建議說啊,政府是不是要考慮 把這個生田,要把它這個,要不要考慮這個存匯的問題 我本期是嘉義的議員,也是非常關心我們的觀光產業文化的發展 以為森林鐵路啊,有它的文化性,有它的生態性 是台灣最寶貴的歷史級觀光的資產啊 我想是絕對不能夠來把這個國寶級的森林鐵路啊 把它這種這個,這個,繪除了這種這個情況 那因此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觀光客到我們這個台灣來啊 尤其到我們這個阿里山,或者是日月潭啊 最主要是保障它的這個安全 我想我們台灣的每一位我們的市民到國外去啊 最主要是使用它的安全 所以我想這個阿里山的這個鐵路啊,沒有安全性啊 它的未來就不能夠得到大家的肯定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我們非常了解這個阿里山啊 這個應該給它有這個土地啊,修養生息 降低這個開花,護益這個山林 尤其這個大型的遊覽車啊,最好不要開到這個山裡面去 因為這個,對這個脆弱的土地啊,它的殺傷力非常強 而且它這種這個,以人民的這種這個,水漢的這種這個,這個錢啊 去每次灘況以後啊,就把這個阿,這個公路啊把它再把它這個修復啊 但是是很脆弱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不要開上去 油漢數量也在限制,另外我們希望說能集火這個地質生態 rumah那個露餐 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